即時工會理事長李信彥晚間9點衝出交通部 華航罷工事件首次協商沒有結果 在疲勞航班的部分 其實我們糾結了很久 但是終究很遺憾 到最後兩方沒有辦法達成最後的一個結果 儘快再恢復再協商 我們在意中可以求同 雙方各自吸回研議 明天罷工繼續之後再開會 時間也不確定 這場協商會再度破局 三方幾乎空手而回 不過時間回到下午 這場協商的開頭確實不平靜 工會很堅持五點訴求 幾十名機師聚集 眾志成城 在9號當天 已經收到了將近500份機師檢定書 參加罷工的機師越來越多 但這場協商會從下午3點開始 到了5點還在僵持 罷工機師和華航雇傭關係的續存 花了兩小時才有共識 開始討論第一項訴求 到了9點三度拉扯依舊卡關 我們華航們願意坐下來跟工會來好好談 這是華航一向的態度 三方壓力都不小 在協商前 交通部長林佳龍還親自打電話給華航董事長何暖薛 但交通部官員在協商會議上又說 這是座談會不算協商 最後真的破局 9號華航持續罷工估計又有上千名旅客受到影響 期待大家可以再回去之後 就一些部分的差異還能夠進行討論 時常進度停在疲勞航班改善上無法達成共識 但最無辜的民眾搬機行程持續被耽誤 全民的疲勞與損失又該誰來負責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